新店区中华里今年与新店区卫生所合作 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健康讲座与共餐活动 5月份是以乐活健身操为主题 特别邀请了体操全人运动团队 共同创办人秦培松带领长辈们动一动 一开场先透过了简单的肢体游戏 建有守备的挥动上中下并结合口令 让长辈们手脑并用 希望大家可以边动手又动脑 所以一开始我有设计了一个是手脑操的活动 然后再来就是有氧的心肺运动 然后紧接了气力跟气力压力 那最后就是全身性的伸展活动 秦培松老师还会运用圈圈小道具 让阿公阿嬷可以伸展筋骨 这套健身操虽然是坐在椅子上 但可以说是全身都运动到了 就是希望长辈们在家的时候 可以边看电视也能够边运动 透过这样运动可以让他们居家 居家运动 因为平常他们可能就是在家里坐着 然后我们就设计了这个居家运动 所以坐姿可以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 他们可能可以边看电视就边做这个运动 清电区中华里里长邱香凌表示 在专业老师的教导下 长辈跟着动一动之外 最重要的是学习到在家如何简易做操 促进身体健康增强肌耐力 同时在运动之后 相信每位老人家在共餐的时候 都能胃口大开 让各位长辈在上完课之后 还可以动一动他们的肌肉 然后动动他们的体能 然后伸展筋骨 然后有益身心 然后用完之后上了一个小时的课程 然后接着才开始共餐 那今天的长辈都很认真的在上课 也很用心 上得非常的开心 所以他们等一下餐可以用得更多 一个小时的课程来参加的长辈们 都相当投入 秦培松老师也会适时的修正长辈的动作 最后也提醒大家 做运动的时候 要多多补充水分 注意安全哦 记者陈晓旦采访报道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decide